接下來跟各位談的叫做光的直徑 光的直徑就是光走直線 光會填直線傳播 在什麼條件、什麼情況之下走直線 在真空或者是均勻戒指 什麼叫做均勻戒指 內部的密度通通都一樣 內部密度通通都一樣 叫做均勻戒指 所以光在真空或者是均勻戒指 會走直線、直線傳播 所以叫做光的直徑、會走直線 就這個意思 光走直線的證據跟現象 第一個有所謂的手電筒 看到跟雷射光的光速是一個直線 這是一個舞台 你看到光走直 你看到嗎?光走直線 那你會發現好像前面比較窄對不對? 後面比較寬對不對? 可是光怎麼樣? 散開了 那這個原因我們不會教 但是我會在講雷射光的時候 跟你講說擴散性角 如果你是發的是雷射光 它就可以走好久好久好久 也不會變大 還是那一點 你們有玩過雷射 你在這邊? 射好遠還是一點 然後擴散性角 雷射光會提到它 那一般的光的擴散性比較大 先看到它會變大 原因不提 原因不管 然後我們就知道這個現象就可以了 好這個要做 看一下它的走直線 好走直線 沒有錯光走直線 然後呢 陽光穿過一線 你看有時候看到光線從門窗照進來 或是從雲彩縫隙扣過來 直的對不對?直直的 光走直線 光走直線 然後呢 這是參考書 這件事情問的笨問題 所以下列 何者是光走直線的證據 嘴巴張開 啊啊啊啊 看不到位 因為位跟嘴巴沒有前一條直線 所以光過不來 參考書 這件事情 喜歡問的一個笨問題 何者是 或者何者不是 光走直線的證據或現象 這是參考書 這件事情上有出現的問題 影子的形成 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影子的形成是光走直線的證據 我當晚要講影子 我當晚要講影子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光 影子是光走直線的證據 這件事情我當晚要講 然後來說 好 針孔障礙器也是等下要教的 針孔障礙器也是等下要教的 它也是光走直線的證據 所以這兩個都是光走直線的證據 OK 那光走直線有什麼應用呢? 來 木匠用單眼 就是 木匠把板子拿起來 用眼睛看過去 有沒有平 因為它如果有凸起來 又擋住 就過不去嘛 所以就可以知道 它是不是平直 對好 這個你們現在都沒有這樣做啦 我們小時候 排桌椅 都要蹲下去 看過去 就知道有沒有排直的 因為如果有人凹進去 就會覺得那種一洞 突然就會擋住 看過去有沒有排直 你們現在都是亂排 站在那邊 走看看 好排好了 你們現在都 你們現在完全都不認真的排 亂排一通 我們小時候都要對好 看了 對直直的 對直的 有沒有把它對齊對好 OK 好 準心 尤其 那個步槍喔 步槍明顯 手槍也有 它會有一個 它會有一個 它會有一個前面的沾頭 然後槍管上面突起來的東西 準心 然後兩個目標 然後拿起來 如果是這三個點 都排在一條直線上 表示你已經 瞄準 表示你瞄準 為什麼不是兩個點 因為兩個點一定會成條 直線啊 兩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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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 只有三個點 排一起可以瞄好 所以就是利用光走直線證據 表示你是不是瞄準 這就是 光會走直線的一些運用 重點就是 光會走直線 光在什麼情況下走直線 真空或者是均勻戒指 光走直線的現象跟應用有兩個重點 等一下要交 第一個叫做影子 第二個叫做針孔照相機 這我們後面會提到 這兩個光走直線的應用 是重要的 OK 這就是 第二個件事情 光會走直線